8月16日晚上,22点整电视剧《如意证》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,正式确定了这部剧开播的日期将是在8月20日,也就是说没有几天的时间《如意证》就要正式开播,突然有着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, 毕竟早之前期待了很久但是也是失望了很多次,如今真正的等到《如意证》却有一种让人无言的感觉,但是不管怎么样,对于这部剧还是很期待,在《如意证》这部剧官方微发布了电报的消息之后,很快就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轰动,网友们纷纷对于这个消息表达到了自己的意见,很多网友表示, 我终于活到《如意证》开播了,期待霍剑话如意转天了,终于等到了,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有点失望,现在不怎么期待了,毕竟热情已被浩尽了,先如雷主不期待了, 其实不管网友的意见到底如何,《如意证》这部剧,都是目前整个演艺圈中的一部大剧,首先从演员阵容方面来看,有着周旋和霍剑话主演,另外还有着张俊宁,董洁,新之类,童谣,丽纯,无知没有,胡可,金超的大量的明星,从阵容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高颜值高演技的演员, 毫无疑问《如意证》就是整个国产剧中的一部巅峰制作,不过自从2017年电视剧《杀青》以来,《如意证》虽然话题度非常高,但是关于定灯开播的消息却一直都不稳定,之前曾经说过4月份开播, 但是,后来突然又改造说8月14日开播,但是最终依然没有开播,终于到现在是确定了当期是8月20日开播,感觉也是挺不容易的,但是好在也是等到了,只是希望这个当期不要再有变化吧,但是其实《如意证》在这个时候开播,却也是需要面对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,那就是目前非常火爆的攻斗剧《沿袭攻略》, 虽然目前《沿袭攻略》的剧集已经过半有多,但是整个话题热度,依然是处于巅峰状态,所以同为宫斗类型大剧《如意证》自然需要和《沿袭攻略》打类,至于胜负到底如何,现在也并不好说,但就目前的情况,而言估计《沿袭攻略》将会占据优势,另外在《如意证》公布当期的同时,也是确定这部剧,将会以周一到周四每天更新, 两集的方式开始网播,虽然这样一周中依然有着八集新剧,不过如果观众非常喜欢的话,估计也是要吐槽这种播放方式,毕竟对于网友来说自然,也是希望每一周出来的剧集越多越好,当然对于《如意证》来说肯定也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, 最终才是如今的局面